嗨,我是Key,今天我们放在一起聊一聊AP的四门物理和两门微积分 我们都知道这些AP科目的往往是申请理科、工科或者是建筑 当然建筑你也可以划分成Engineering类,学生所必考的 通常我们也了解AP的物理一、二相对更简单,两门物理C的难度更高 同样的道理呢,Calculus AB相对简单一点 而Calculus BC呢,比AB多数两个单元难度更高一点点 但是我们常见的问题是,孩子目前的水平是否可以去开始学习 哪一门AP的Calculus或者是物理呢 首先,学习物理一,需要学生具有较好的代数跟几何的基础 如果以我们安省高中教学大纲为例呢 学完并学好了十年级的数学,那么进入AP物理一的学习没有问题 那么物理二,学习的知识要比物理一更广一点 需要学生具有Pre-Calculus的基础了 那么两门物理C难度继续升高 接应学生是学完了Calculus的内容,再进行AP物理两门C的学习 那么这期课我们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对于录取决定采纳的含金量有多大呢 比如华铁路大学规定 AP的物理一,二以及C能够换取大一的0.5个学分 前提是参加5月的AP考试,分数在4或5分 那么美国的麻省理工跟卡纳基梅隆大学呢 相对来讲要求更高一些 它只接受学生的物理C成绩 并且考5分才可以换取一个大一的学分 相对来讲呢,UCLA更宽容一点 它接受AP的一,二或者是C的成绩达三,四,五分 都可以换取大一的8个学分 那么我们的AP物理以及微积分的老师呢 都是相当有经验的专业的AP教师 他们的执教经验超过25年 同时呢,也是college board聘请的AP判券人 因此呢,丰富的教学经验 不仅能让老师把相对难度较高 且复杂的话题跟内容解释得相当清楚明白 而且当学生进入练习跟备考阶段 能够教书学生如何把自己学会的知识 以更清楚的方式展现出来才到达分点 那么最后说一说这几门AP科目 想要得到5分要求的准确率吧 AP物理1得到5分准确率要求70% 物理2要求72% 物理C准确率要求57% Calculus AB要求64% BC 58% 那么你准备好挑战这些英核的AP科目了吗 这些英核的AP科目了